好 没想到简总还挺准时的 还叫我简总 那我叫你啥 我 小姐 我 我们去吃那个东北菜馆吧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珍宗 而且还很便宜 走吧 你什么去 你就走走走 你拉我手干啥 是我拉我女朋友手怎么了 别着急 马上上电梯 我都上来了 挂了挂了 我又来 小姐 小姐 你说低调啊 低调 你看看你刚刚多危险啊 可是我觉得在公司里边 拉手已经很低调 你低调个屁 我跟你说 你拉手怎么就低调了 我告诉你 你别给我整这些云 没什么 没什么 我现在先出去 过一分钟 我没事 你给我三个 没什么 三个钟 三个钟啊 我去特别好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那可不 我跟你说 老板 正宗的东北人 来了 来了 酸菜下饺子啊 不够再加啊 谢谢大哥 没事 老妹 你们北方人是不是 过什么节都要吃饺子 那可不 就差情人节不吃饺子了 你们北京人不也一样吗 我可不是什么北京人啊 你说到过节这事 我想起一事了 争论十五 我们邻居觉 我一小男孩在家 特别可怜 他就给我端了一碗 唠叨汤圆了 你现在说要 如果过节吃点什么 就一碗唠叨汤圆 干吗 上网看看 怎么给你整出一个 好吃的唠叨汤圆 咋啦 是不是觉得 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特幸福 好了 别查了 先吃吧 我都再说 吃吃吃 吃吧 这么吃啊 别有一番松味